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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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开心的 因为我们是 火星情报局 欢迎大家来到 由优酷和银河库 于出品的快乐全球传媒 联合出品优酷 独家播出的火星情报局 第二阶段的会议现场 我是局长 大家好 为了让火星情报局的会议 除了很嗨 很快乐之外 我还希望有一丝丝的成熟感 我一个人已经难以降服 在座的诸位群妖了 所以今天有一个惊喜 有两位第一次来到这里的 重量级的高级特工 谁 村里要来新的乐 是小鲜肉吗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高的规格 欢迎音乐界得高望重的 小哥 以及火星第一海拔 是 全体举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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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弟弟吧 是弟弟 这个是信 那个是爱信不信 光刚开场就太有意思了 我们早就该来到火星了 是啊 太开心的 快乐的地方 就当时好多人就说啊 你们把那个章鱼请来 你们为什么不把小哥请来 对啊 小哥可是老司机的鼻祖啊 啊 啊 小哥开的是火车 为了世界和平 小哥开车才是更稳定的 哦 啊 接下来呢 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一把伞 这个好看 伞不就是避雨的吗 不 防弹 比如说杨迪像你们这样出去 一定会有人像你们丢臭鸡蛋的 对不对 最近真的被 前锋特工好像买凶追杀我 因为你出卖朋友 前锋特工你是我的朋友吗 这把伞呢叫生命之伞 谁能够最终获得这把伞 我会告诉大家里面一个神奇的秘密 长生不老 不是 局长 这是和我的是不是配套的 你那个是山寨的 有必要给我一个假货吗 局长 什么样的礼物配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很露的人 告辞 好了 同样呢 我们用掌声要欢迎我们现场 所有终极特工 鹿丝 鹿兴 张玉浩 海澜之家的国民男特工 我们的张学峰老师欢迎 张老师好帅哦 这件外套好帅哦 海澜之家 对对 海澜之家 最后呢我们还要欢迎就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地位最高的初级特工 欢迎下载火星情报局的APP 看局长和特工的独家小秘密 你如果觉得好看的话 你可以现在马上推开窗户 向所有小区的人喊 你不觉得很好看 但是你如果怕吵到别人的话 你可以发个朋友圈 让大家都来关注一下 好的 今天第一个体验 我们自然是我们的副局长 彩儿点谁 垮掉 垮掉哥 垮掉哥 我现在变得垮掉哥了是吧 我发现 小哥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演唱风格 你好大胆 你还批评别人的 大家听我娓娓道来 小哥是乐坛歌手里面 标签最明显的一位歌手 据我了解 小哥的唱歌有几大特点 第一 头痒到45度角 有研究的 第二 一定要保持一种笑容 第三 手要抬高 第四 臀要撅起 第五 跟着歌的节奏 脚来打劫 你这个是腰间盘突出 小哥 您年轻时候就这样吗 对啊 好像一样 出道有多少年 问这 我十七岁就出道 唱了有将近四十年了 小时候啊 你知道那时候都是什么看些 什么唐诗诵词之类的 所以就是中规中矩的 所以动作全从唐诗里面来 蛾蛾蛾 趋向向天歌 基于我们的发现 我们今天想验证一下小哥 能不能没有标签的情况下 演绎几首作品 哇 OK 那就要有惩罚好不好 什么惩罚 就讲个段子吧 唱什么歌 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来个Key好不好 试试一下 你问我爱 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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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深啊 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海 冬天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我们每个人来讲一下 刘维 你发现 小哥首先他的脚有点情不自禁了 他的脚趾已经在往上抬了 可是脚掌还在地上 皮鞋在动的感觉好 对 我发现小哥刚刚最辛苦的是 控制自己的眼睛 因为平时都是往上看 小哥找了一个点 你闻 大家觉得有没有露馅 要不要把小哥说一个段子呀 要 这个说段子其实没关系 大家都像老朋友一样 对对对 生活里有的时候枯燥 苦闷的时候 听听哈哈一笑 这晚上该睡觉了 这个先生 哦 好兴奋啊 专了 专了贝斯里去了 老婆 香喷喷的 您知道吧 哎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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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今天 没有 不行啊 明天我要健康检查 不行 改天改天 关灯关灯关灯 灯就关掉了 有佩音 结果在黑暗中啊 听到他先生 转转难眠 翻来覆去 还有叹气的声音 哎呦 订灯又开了 他先生又爬起来说 老婆 明天总没有看 我还没听够 你是想听段子呢 还是想听歌呢 刚刚唱的是那个 慢节奏的歌 我想听一首快节奏的歌 怎么样 唱一首那个 梅兰梅兰我爱你 那个歌我知道 小哥唱的时候 那个拍子要打得很准 这又是一个考验啊 哎呦 好吧 我来试试看啊 梅兰梅兰 我爱你 你像浪花照人蜜 你像浪花照人蜜 你像浪花练练绿 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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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哇 好像屈品也很多 又被发现了 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注意了 脚上不打节奏了 但是尖再打了 梅兰 梅兰我爱你 那是不是要接受惩罚啊 刚才讲段子已经讲过了 让小哥跳一个舞 我我我我我跳舞啊 小哥你跳什么 我们做你的舞蹈跳员 哎呀 好啊 哇哇 小哥的脚 五六七走 我我跳舞 局长你就乱踢 局长是以前那种 非常老派的跳舞坦 局长像马后蹬腿一样 那是因为误以为你站在后面 其实每个人啊 都有自己的标签 只是你自己有时候 有可能没有觉得 小哥你并不觉得 那个就是您所谓的标签吗 好像一上去 就进入唱歌的状态 奇怪的就是这样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像啊 像啊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啊 各位小们一直看45度 45度到底有什么啊 就是 小哥以前唱歌 提字器在那上面 类似于这样的歌 一直都是听小哥唱 所以你当你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的就小哥上身 小哥的歌就是有这种魔力 有的时候我们在街上逛街 突然听到小哥的歌走着走着 哎 买菜 哎 不由自主把我们全部搞成这样 让上唱歌的一些习惯和动作啊 大家觉得是标志 其实是我们不由自主的 由心而发的 对对对 就这么这么多年来了 既然说到这里 性格也有很多的标签 招牌动作 那性格可不可以挑战一下 那性格可不可以挑战一下 味道不一样啊 哎 winning 哎 晓晓 堅定一片蒼茫 爱我所爱 无言无悔 自己相留 心 等等 垮掉 把最后两句剪掉吧 你出来更垮 你还是那 唱得很好听 但是感觉很欠打 我们这个歌是唱给未婚的人听 我给你讲 我是有刀疤的女人 大哥的女人不得得罪 忘了 忘了 鸡嫂 三鸡嫂 你还鸡嫂 彩儿说 我是有刀疤的女人 真的吗 对 抛腹产生的孩子 我稍微研究过性格唱歌的几个方法 它就是状态是那种喝到刚刚好的那种 比如说用性格的方式唱PPAP 高音的时候握拳 你喷什么 没什么 眼睛还要很大 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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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他们唱歌 还有他们的曲风 都有属于自己的 那个习惯和感觉 比如说像小哥的歌 一唱就会这样 像信哥的歌 一唱就你忍不住这样 像刘维的歌 一唱就 就这样 维维也是有自己的标签 我的标签就是man 什么 维维有几个招牌动作 首先交叉腿 然后咬嘴唇 然后甲张嘴 露下牙齿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一叶子先补水面膜 先淡补水 全新上市哦 所以你今天应该挑战一首 有这个男人味道的一首歌 一定特别阳刚 我只要穿上海岚指甲的大衣 我就是最man的 那你唱一首最man的歌 好不好刘维 什么歌 男儿当自强 好啊 赞思就娘了 音乐都放不下去了 大家原谅刘维 他从来不听这样的歌曲 他听的都是 我只要是最man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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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凹几年对万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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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尽长 又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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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离场 我麻烦不想做浩瀚 做个浩瀚子 也只要挺强 热血满耳汗 比太阳更刮 我们比太阳还刮 再再垮掉 后面回去了 你不做自己的时候 唱歌很不自信 你就觉得所有人在笑话你 可是你这么做的 你觉得所有人都羡慕你 刘维连女的都不羡慕你 杨维 你觉得标签 非常浓郁的歌手 李宗盛大哥 也是非常有特点 他唱歌的中途 很容易说话 你我皆凡人 总在人世间 我以为我可以 其实我没有 这根本不是李宗盛大哥 这是李迪 小哥您在歌坛 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发现其他的歌手 你一看就看得出 他的标签的那种 张慧妹 我最亲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没有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好好听啊 好听啊 好听啊 这是意外惊喜啊 小哥你平常唱他的歌吗 歌唱里面有的时候会 因为流行嘛 阿妹那个手像水母一样 是吧 我没让你失望 让我再静一静 像过去一样 耶 哇 跳跳 还有哪些据您的观察 凯琳有没有自己的 凯琳跟她聊天 就很有意思了 聊天中间有很多的音很奇怪 譬如说人家讲话 哎 好不好吃啊 嗯 好好吃啊 跟凯琳聊天的时候 最好是开着门聊天 关着门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坚持自己的风格 其实特别不容易 对 有的时候我们就 试图地想突破 如果变得太多 恐怕她也找不回你那个 当年那个份儿 对 我觉得标签这个事情 是一个成名的方式 但是也是一个阻碍 久了大家就会觉得 你没有突破 后来我就觉得 就是用心唱歌 那你为什么把头发染掉 蛤 哈哈 因为要筹备自己的演唱会 一夜百乏 筹备自己的演唱会 而且马上要有自己的新专辑 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我的 十多年的好朋友 信好不好 为大家加油 支持信哥的演唱会 风哥那你提这个提案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唱歌表达出最真实的自己 唱歌就是真情流露 释放自己 所以我觉得 没有必要掩盖 自己身上的标签和特点 尽情地用心去演唱 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要开始投票了 如果你觉得同意 刚才前锋的提案的话 大家就派做现场朋友 来开始投票 3 2 1 通过 通过 切胡 你点一个 好 我要点孟臣 为什么 因为她是女兵王 这样 好 孟臣 我很厉害的 我发现 十分钟就能够让你成为 沟通之王 计时开始 有可能说实话 我们因为年龄差别比较大 就我想问一下兴 你会不会刻意说 我十分钟之内 一定要跟她沟通 快计会了 不是 你会不会说 十分钟之内 我要拔到你 两分钟 其实像兴这样的 不用说话嘛 个又高又帅 你看那小迷妹一说 好帅 不需要 先决条件 有些什么样的方式 教教大家 同样一句话 用不同的意思 不同的词 来表达出来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像叫人家的名字 如果你直呼她的名字的话 会觉得有距离 比如说像刘维啊 应彩儿这么叫 会有距离 如果你前面加一个小字 就会觉得很亲切 那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小维维 小彩儿 小雪芙 小雪芙 这样觉得很可爱 那万一碰到小沈阳呢 对啊 所以她就很有心血感嘛 我叫小沈阳 你娘也叫小沈阳 也可以把那个小字 放在中间是吧 对也可以 填小圆啊 填小风啊 对啊 我发现了把那个小字 加在骂人的话前面 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对 比如说混蛋 小混蛋 比如说你这个笨蛋 你这个小笨蛋 对不对 还真的耶 弱智小 好像这个 也不好用 用到这个小字啊 嗯 就很容易是吧 譬如说 这位小妹妹 小哥你讲这个话的时候 别人说 这个怪叔叔 雪芙你好 你好 哎呀 真是 今天刚用到那个小字啊 可以说 哎呀 你 长得 哎 小哥 小哥 小哥发车之前 告诉我们一声 我有点晕车 但是我觉得用小不一定是好 比如说 局长 怎么可以叫小局长呢 那你怎么叫 我建议 把小换成大 试一试 大局长 大哥 哎 你叫大哥 有可能小哥不高兴吗 哎呦 不亲切啊 嗯 小大哥 大小哥 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让人觉得你很可爱 就是听起来没有那么闹心 比如说把我换成人家 啊 比如说圆哥 哎 帮我个忙 听起来很声音 感觉啊你这个人没有礼貌 哦 帮人家个忙 哇 好娘 哈哈哈哈 你这个完全是看脸的 你想像我 哎 人家也想吃嘛 哈哈哈哈 我自己都想吐 那我知道还有一个很有用的称呼方式 比如说你出入职场 你对在座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老师 老师 啊 这个对 导演老师 灯光老师 道具老师 对 或者槟榔老师 槟榔老师 槟榔老师就是我们的一口怪兽槟 我是一个不管跟谁说话 基本上都会称呼对方为您 这个很有礼貌 只要你用了这个称位 别人好像就容易 这很舒服啊 对 就很舒服 儿子 您今年几岁了 我母亲她是常德人 她讲的话 喊人不舍本 舌头滚一滚 就是在沟通的沟通中 喊人啊 又不会亏本 舌头滚一滚而已 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沟通 就是要真诚 我有一个称谓的习惯 我在众人面前 我就从来不会说我妈妈 或者是我爸爸 我永远会说 我母亲跟我说过 或者是我父亲跟我说过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是吗 会把人的高度给做出来 对 然后再有高度的话就是 我阿嬷在家 我额娘也在家 信 你觉得别人 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说话 你是接受不了 很少人敢这样说 是吗 是的 是的 信哥 是这样的 对 难道 难道吗 对 比如说 有时候两个字 会变成一种反 反的意义 对 比如说 杨迪五分钟就出来了 难道不是吗 就有一种质疑的感觉在里面 信哥 五分钟出来的不是我 是他 就是你 是温雅 这个冤假错案到时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给大家澄清一下 证明前锋是一个衣冠行兽 真不是 好 温雅和雪佛 你选一个 凭什么都是他选的 我们不能选 杰哥 他选完 你再接着选 好 什么东西啊 他选完 那你选 温雅跟雪佛 怎么了 结婚的女人不能被选吗 哇 什么意思 有男朋友的女人不能被选吗 哇 什么意思 长得像女人的男人不能被选吗 什么意思 男人不能被选吗 什么意思 老人不行吗 我跟你讲 最终一定会选择我 这是最安全的 没有没有没有 刚那题还没完 我刚想说 谢谢欣哥这一茬 被你打岔打过去了好吗 又拉回来了 他们两个都跟我 没有 没有关系 你老跟人雪佛 老干什么 那是因为喜欢 好 可以了 张老师 作为海岚之家的国民老师 我教大家一招 你看比如说地域不同 比如在我们东北的话 其中一个东西特别的好吃 贼好吃 但是去到东北 不知道贼这个意思的人 就觉得闹笑话 比如说很多不知道 哎 你们这商场多吗 多 我们这商场贼多 小哥 您会觉得哪些词 出现在别人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 您是接受不了的 我不喜欢的 譬如说 今天这衣服好不好看 笑里藏刀 鼻孔里发出人声音 天哪 那个冷笑有点厉害的 还以为自己扣子没扣好 拉链没拉紧 最好笑的是 我以为是经过一个机场 有一个书店 然后两个在卖杂志 然后我就走过去 他说 那是姓 他好高 然后另外看 哎呀 他穿真高的 而且很多时候路人说得很大声 以为我们听不到一样 有一些人他是故意这样说 但是我遇到过有一次比听到还可怕 因为我的荧幕上的形象就是 特别亲切那种感觉 就好像很 丑 你以为你没有麦你说丑字 我就听不到吗 你这样的长相真的能让人感觉亲切吗 还可以吧 就是好 性格击掌是什么 击掌是一种认同 我也不敢说什么 然后我当时在一个地方 我戴了个帽子 在那个地方吃米线 然后那服务员就说 杨迪在那边吃米线 他老板直接过来把我帽子掀掉了 你还戴个帽子杨迪 我说没洗头戴个帽子 米线好好吃 结果你怎么样了 我结果打了一颗心 心机部位 其实的的确认有的时候 会让人有很多接受不了的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词 大家都接受不了 很多人可能就是对那个词 会非常非常敏感 孟臣你是提的 最终你想表达的是 我总结出了一个那个顺口溜 方便大家好记 太好了 多用小字少用大 请求常用一下下 我变人家好说话 老师常在嘴边挂 沟通技巧学问大 学好这些走天下 好耶 通过 另外呢 远程参与的特工 如果您有想学到 这些沟通技巧的话 或者是您有更牛的方式的话 也请 在我们火星情报局的官方微博 我们也会希望给很多年轻的朋友 提供一些分享的经验 本局会议由一叶子新鲜面膜 独家换名 一叶子鲜补水面膜 新鲜有营养 养出水仙机 本局会议由明星旗舰 Vivo X9手机 特约赞助 2000万柔光双册 照亮你的美 感谢海岚之家提供服装赞助 火星特工都爱男装国民品牌 感谢一口怪兽冰狼 怪兽一口精神抖擞 对本局会议的大点支持 接下来彩儿杰老师 迪迪 人家想听一提案吗 人家来咯 我发现 每个人都对一座城市有迷之好感 这个我喜欢 这种好感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电影的情节 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次难忘的经历 一个特别的人 或者一道可口的美食 我们首先讲一讲迷之好感 莫名其妙的 或者是一到那个城市 你就想再去 仿佛自己曾经在那里有情缘 或者是上辈子从哪来 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喜欢他 而且这是火星情报局APP上的特工 向我强烈推荐的一个话题 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我本人就是对四川的成都 迷之好感 你为什么喜欢成都 我在成都上了大学 然后接触到成都以后 发现成都人那种生活状态 真的非常安逸 成都人有点小钱就马上买车 所以成都是全中国奥拓车 最多的一个城市 你是说成都人有钱 就这种品味对不对 你得罪一两个朋友也就算了 你去得罪成都的所有群众 成都人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你啥意思啊 啥意思嘛 你说啥意思嘛 真是 你个呱呱子 因为成都人觉得 车马就是个代步的工具 我们不用追求什么特别好的 稍微有点钱买个车 他们就觉得生活 稍微有车有房就可以了 而且比如说 他们不用管什么周末啊什么的 平时周一到周五 街上永远逛街喝茶 生活比较安逸 而且也还凑热闹 活得很娱乐 有一次我看我们四川有个新闻 刚刚推出一个红绿灯 按一下红灯就会变绿灯 路人就可以马上过去 记者就去采访 大妈 你觉得这个红绿灯什么感受啊 那个大妈说 乖她红灯绿灯 我妈的钱我就从 机器架在那个旁边拍那群 大妈大爷过马路 配了一个徐怀玉的向前冲 一名大妈在那个音乐协奏里 而我本人呢 就是对成都的美食 真的没有办法抗拒 一到成都 机场门一打开 一股火锅味 此时此刻 大家应该有闻到 一股浓浓的香气有没有 闻到了 我们火星情报局吃巨资 今天从成都空运了一批美食过来 来 真的假的 朋友们 好棒啊 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几道 我非常喜欢的 其中有一道叫料技棒棒鸡 四川人应该都知道特别好吃 好吃到最后赚超多钱 两兄弟分家 已经没有人在听我说什么了 最后补一句成都的预言就是成都 一座来了你就不想走的城市 那座城市的预言都特别有讲究 比如说成都 成功之都 小哥您特别喜欢的 因为您走的地方太多了 对 走的大概不下100个城市了 因为工作的压力就是声音一定要干净 所以出去串一串看看的话 一不小心万一给冷风吹到了或者什么 所以我都埋在那个房间里头 就在酒店呆着包吃这种噤声 这样子 有一回啊 就多呆了一天 这边是有山有水的 哪里啊 桂林 哇 桂林山水假天下 我就真的为自己留下来了一天 顺着那个河边去找人家 老板娘出来就跟我们说了一个价钱 但这场抱个小娃 顺便直接在我面前就哺乳 啊 小哥说多高的价钱我都做这条 那是很伟大跟很神圣的一个场面 这一下下去啊 感觉才发现到国画 为什么会有那种画法 哇 这个转过去 一下转个弯又是一个景致 一步一景十里画了 羊儿都跑过来在山边跑来跑去 追着我们船跑 看到水底那个水草 水草在飘 那牛头埋下去了 我以为他也会潜水 不是 下去以后起来 嘴巴就一直嚼 他才吃了水草 哇 那只有在讨论才看得到 对 结果就在水边啊 停一下停一下 下去以后踩踩 石头扁扁圆圆圆的被我捡到一个 我就想说 哎 许下个幸运嘛 未来的岁月会不会很顺岁 虽然一直出唱片 如果可以的话 这水瓢打过去啊 我就给自己出个难题 能不能跳舞一下 许完了以后 好 我就 哇 现在你去黎江上面 还有一个石头在那里 神奇了 我看大概至少跳了十五到二十下 一直到水花 啪啪啪啪 很远哪里看到 然后他看到对岸了才 啪才传到水里去 也不能说明信 但是我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许多云好奇妙 会美梦成真吗 就一直唱下去 当然还是要 谢谢很多知音啊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一期播出之后 有可能全中国所有的艺人啊 都跑到黎江边去打水漂 像前锋过去就 我这个水漂过去 能够飘一下 我就会哄很多很多年 我特别想问一下小哥 您不管是到了哪个城市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音乐 对 附近是安徽同城 就到了这个碗啊 或者是香啊 就会想到 他特别喜欢丁宁啊这些歌 丁宁是怎么歌啊 丁宁啊 我的年轻美 娇柔柔又玫瑰 我们两离别 顶着不过两春花 周璇跟他先生 好好听啊 那比如去到上海呢 上海呢 上海呢 上海也是要 来个弃 夜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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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不夜城 花灯起 车声响 夜无声音 酒不醉 人人自醉 五天五地 错多了青春 被拒绝了吧 被拒绝了 你看你都约不到舞伴 你一个人 我们都在跳舞 你好尴尬在那边 我连女的我都没约 我约个男的我都约着了 你说你 我杨迪我都约了 田园你比较迷恋的一个 我迷之向往的一个城市 就是俄罗斯的莫斯科 没必要把自己整得那么洋气 石家庄 石家庄 什么俄罗斯 俄罗斯确实对我影响非常大 我相信对我们这个年代 很多人的影响都非常大 因为我们当时是玩的 俄罗斯方块长大的 我知道了 俄罗斯方块过关以后 就有美女跳大腿舞 就是为了看人家大腿舞 庸俗 我根本都不讲女孩的事 屁 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也看了很多电影 比如说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 里面一约假 就是去老莫 莫斯科餐厅 然后我们当时还听过很多 这个俄罗斯的歌曲 对 今天我就准备了一首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的天 能用俄语唱吗 当然俄语 接下来请欣赏 由田园带来的 俄罗斯歌曲 莫斯科消费的晚上 郊外 田园现在都不在国内玩了 你都消费到俄罗斯去了 国内有人给他拍照 哎呦妈呀 好啊 那好好唱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俄语版本 哇 这好难啊 你随随随随随 都大日说 拉斯 哎呦妈呀 笑死谁 好弱啊 阿姨 不知道唱到哪 哎呦妈呀 你唱到俄罗斯去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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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唱到哪 走音咧 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你唱到俄罗斯去了 拉斯科郊外的 你唱到俄罗斯去了 好烂啊 这是一个我迷之神 一样向往的地方 我小时候真的有个梦想 我想找一个 国外的女人结婚 哎呀 终于聊到主题了 现在不满意是不是 要我忍不了 陈盛宇二哥 要我忍不了 你要再说话 我就让我兄弟咬你啊 我不敢了 你要放狗了 我害怕 谁是狗 当时我真的有个梦想 就找一个就是 俄罗斯的女孩结婚 因为离得越远 可能基因越好 但是梦想跟现实 总是有差距 结果我就认识了 我现在的老婆 我老婆我就觉得也挺好 也挺好 这个时候呢 也特别讨厌 也 我们都懂了 我的语气 你没有听到 我说我老婆 也挺好 没有 你刚刚博士 你刚刚说我老婆 也挺好 也挺好 我老婆非常好 是全世界最好的 最起码在我眼里 是这样觉得的 两人就聊天 我说你以前在哪个地方上大学啊 他说国立大学 我说国立大学到底是哪个省啊 他说在俄罗斯 哎呦 国立大学 巧了 找的就是这样的 结果我们俩就结婚了 但是到现在 我一直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 他不敢让你去啊 刘伟你比较喜欢的这个城市是哪个 做了艺人之后去过很多城市 上海啊 北京啊 但是唯一一座城市让我走到哪儿 我还都想回去 就是我的老家安山 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安山 我去过 我去过 这么多人去过啊 那讲一会儿 你们先说一遍没去过好不好 好像你再说一遍说到一遍 那个啊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安山 我去过 我去过 就算去过 可能你们略知的是皮毛 因为我从小到那儿长大的 吃安山有很好吃的烧烤 然后还有最大的浴佛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山人 特别欧美 我在上海我很少跟邻居聊天 但是在安山 每一个邻居之间都非常的友好 哎呀 小沈 你来了 就是欧美 对不对 欧美是这样吗 我只能欧美 不是说他们 他们不是 不是 性格 对 就是开放 个性很欧美 对 安山人 让你感觉特别的和善 就感觉你跟谁都可以唠壳 还有一点就是 我去每个城市和国家 都享受不到的 那就是搓澡 对 安山搓澡最有名 安山搓澡有 现在你一说到搓澡 全是杨迪的脸孔是吧 一定要去搓澡 男生 女生都一定要去 因为男生和女生搓澡的方式 都完全不一样 男生搓两面 女生搓四面 女生有奶浴 盐浴 红酒浴 撒断一下 女生搓澡你是什么知道的 难道你妈妈回来说 刘薇 我今天奶浴 又盐浴 不可能 我也去过很多城市搓澡 但是他们都搓不到 安山的精髓 安山的精髓是什么 就是她一边搓澡 一边给你唠壳 她不是为了推销 她是真跟你唠 唠什么呢 小沈 你这身上怎么全是泥 多少天没洗了 就是跟你唠嗷 你感觉很真诚 你觉得你身上再多的泥 你都不怕她知道 但是在别的地方 跟你搓澡就不一样了 她赞美都点夸张 你这皮肤太好了 明明后背拳是豆 你这皮肤太好了 你再喷点奶吧 你再剥个叶子面膜吧 鲜补水 就那种的 没有那种真挚的对话 你有可能对这个安山的喜爱 就是因为你在那里土生土长 然后绝对的放松 就是自在 对 那个城市会让你自在 我在安山的时候 真的就是走到每个地方 都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哭什么哭 就是有一些墙扒了 只剩一半了 我扶着墙就有一种 哇 那是我曾经上学走过的地方 我觉得安山是一个 特别值得一去的城市 它有两个星巴克 有HM Zara 可以满足你正常生活的需求 之外 还可以让你感受到 一种回家的感觉 对 谁不说俺家乡好 你没说 你说俄罗斯好 我要补一句话 我其实最爱的地方是 不行了 已经过了 很厉害 雪狐你呢 其实我对东京有莫名的好感 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其实常常 妈妈会到有到处跑 最记得就是东京迪士尼 就会跟那个唐老鸭拍照什么的 可是其实那个照片都很久了 然后长大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等到自己赚钱了 就可以去那边 跟那些玩偶们拍照 还有什么花车的 对 没事 雪狐 你以后想去东京 我陪你一起去 我们用Vivo X9手机 记录你的美 怎么是自己 前锋再说说你吧 我奋斗过的城市就是北京 哎呦 05年的时候 我拍了一部戏叫 恰同学少年 心想马上就要播了 一播 我是男二号 我肯定是火了 加上我当时签了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答应我跟另外一个男孩 做一个组合 帮我们出专辑 但是拍摄完到播出 是有一段时长的 我们那电视剧更难 是两年 然后两年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事 整张专辑晃掉 我从一个就说 哎呀我要红了 来北京发展 是我正确的选择 一下子前途又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每天睡在床上 电话也不敢接 爸妈打电话来 朋友打电话来都不敢接 当时就差点得了抑郁症 哎呀 为什么要差那么一点呢 真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北京有共同奋斗的 这么一帮朋友 大家条件都不好 刚开始的时候 就开了一个小的火锅店 就现在紧隔的前身 因为生意并不好 当时我们就在他的火锅店 冲人数 每天你知道吗 我们都不敢吃火锅 到了饭点 每个人下一碗面吃 因为吃火锅是要有成本的 哎 你看真是这样 人以群分 物以类居 一帮被食鬼 他就是聚在了一起 拍戏戏播不出去 组合又解散 火锅店又没有人去 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 是北京的冬天 特别的冷 有时候就下鹅毛大雪 而且我们哥几个有一辆小破车 每次开上二环 他都上不去 然后都熄火 我们几个人就冒着鹅毛大雪 去推那个车 就恨不得把那个车从桥上推下去死了 算了 没那么严重了 后来我受到了天天向上节目组的邀请 我就跟哥几个说 我要去湖南回去做节目了 以后就别联系了 离开北京以后 想不到火锅店发展特别好 终于找到谁是那个被识鬼了 而我在湖南一待 待了有八年时间 所以我每每想起 我在北京奋斗的这么一帮哥们的话 我就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我们的感情 所以我现在去KTV一定要点的一首歌就是 北京 北京 我们一起来唱 不不不 大家都会唱吗 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 他一个人唱会很感动 好 我一个人唱 然后怀念自己在北京的那一段时光和青春 别哭啊 青春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 我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我似乎听到了掏出雾板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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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四季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祈祷 我在这里迷茫 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四季 我在这里迷茫 我在这里迷茫 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四季 所以我提议地球人都应该把自己心中的城市 分享出来永远的记住 真的就应该像杨迪一样 大家把你自己心里面最喜欢的那个城市 用你自己的方式想办法尽可能的去挽留 但是我觉得城市让你感动 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温暖 我们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用自己的表现 让所有到这个城市的人觉得温暖 温暖是人的记忆当中最美好的底色 大家接下来请表决 网络那一头的远程特工 如果你觉得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些城市 您心里也有的话 您就不断地在弹幕当中飘出这个一 好不好 现场所有的朋友 开始表决 3 2 1 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放弃梦想 你需要的是坚持而不是观众 只要你年轻敢于尝鲜 梦想一定会照进现实 同样要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高级特工 露丝欢迎 比海中前作者 可爱 我先来 你先来 好 要不可以 你会像大赢 我不想 我先来 那边 我 不想 我先来 你会像大赢 新鲜又营养 棒棒棒棒 一夜子年末 漂亮 漂亮 往事的地方 动了奔向 能深夜深夜 随时绽放 新鲜又营养 棒棒棒棒 一夜子年末年 也不一样 新爱情 我们要更漂亮 别怀疑 你就是不一样 哎呀唱什么唱啊 看不见我就打扫卫生呢 本节目有 前置两千万柔光双射 Vivo X9旗舰手机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有 一夜子新鲜面膜独家冠名 一夜子鲜补水面膜新鲜 有营养 养出水仙肌 本节目会议是由 明星旗舰Vivo X9手机特约赞助播出 两千万柔光双射 照亮你的美 我们的好朋友优酷的全新形象 即将在12月21号亮相 当晚年轻的选择盛典将在北京隆重举行 欢迎大家要多多地关注 各位 接下来我要揭晓那把伞的 真正的神奇之处 里面是有生汤 装酒 这个里面呢 它可以装一颗药丸 所以呢 这个药丸你可以装一颗塑效救星丸 在最危机的时刻 你可以用它来挽救生命 这可以救别的人嘛 接下来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王牌特工的评选 如果两位副局长同时提那个人的话 他就必须接受这把生命之伞 所以你觉得是 杨迪 所以你觉得是 杨迪 棍状提好适合你 每一个都是你的 杨迪 多装点药进去 你并比较多 你把它扛上去 然后在上面造型 真的好漂亮 谢谢赐予我王牌特工的称号 Yeah 药掉了没命了 救命都救不了了 恭喜杨迪 来来来 开吵了 威博 从现在开始打开淘宝店铺 搜索火星情报局官方店 就可以拥有火星特工的装备 让我们看看 微博上面的出局特工提交了什么样有趣的 我发现 好 大家什么问题啊 随便点是不是 对 对了 这位美人 你看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薛之谦他在自己的新歌火星人来过里面唱 火星人的心脏高多 可是明明就跟我们地球人一样啊 这有什么好唱的 你试试唱 靠右看看 看押不押韵 有讲究的 对了 对了 又是这位美男 好 队长 我今天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章鱼老师和飞玉青老师 你觉得谁的车技更好呢 有的人他喜欢飘移 有的人他喜欢翻滚 有的人喜欢超速 各有各的喜爱 反正我个人是坐飞玉青老师的车 有点晕车了都有 有点晕车了 太快了 太快了 加速的比较突然 真的太快了 但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对不对 对 这样 好 接下来问题 再点一个美女出来 我就不信了 你的意思是没有 你再找找 这个还是可以 还可以 前阵子有一档网络综艺节目 因为尺度问题而被全民抵制 请问您紧张吗 这什么好紧张的 我们大不了下一次 不让杨迪来 是吗 是吗 绝对不是我 不是你吗 那我先 不是我 我们不会紧张 但是我们会引起重视 是 不拒绝批评 但是我们尽量做到 不全民抵制 好不好 好 哎呀 什么呢 这种 就是现在好多年轻人 为了看火星奇帽局就熬夜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哎呀 少来 少拿火星奇帽局打掩护 熬夜就是为了看火星奇帽局吗 怎么打游戏啊 怎么约 约朋友喝酒啊 对不对 有点晕车 突然 是不是 很多事情啊 不要打着我们火星奇帽局的幌子 好不好 你要这个帽子我们不扣 不扛 还有谁 来 中间这个小伙子举的半天了 对对我们就让旁边的这一位吧 好不好 来 最近有很多观众朋友 特别期待您和朝阳公园的马先生合作 他想尝尝你们两个的鸡汤熬得谁更浓一点 哦 鸡汤谁更浓 哪个马先生 哪个马先生 朝阳公园的马先生是谁啊 住东边那个吗 哎 对对对 哦 东边的马先生 哦 马东先生 大家继续期待 我们继续修炼 到时候我们呈现不一样的鸡汤给大家尝 至于谁浓谁蛋 反正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对不对 对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吗 有 现在有一个 你看他化了妆 哦 化了妆 局长 火星奇帽局开会的话 捧红了很多的高级特工 那我想问一下 他们如果红了的话 你会担心他们不来开会了吗 你会不来开会吗 我不会不来啊 对啊 我不会不来 你是在影射谁吗 不来的时候没有啊 局长他在影射 怎么可能呢 谁没来嘛 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来 他们不来 我们才会可以给更多的 像杨迪这样的 优秀的特工机会 对 是 好吧 今天还没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走吧 没了没了 走走走走 有事再把无事推草 走了 走 走 走 我是来自西安科技大学的 初级特工张一鸣 我发现上了大学以后 我们的快递永远取不完 我是西安科技大学 初级特工周杨阳 我发现 临近期末 所有不需要期末考试的科目中 都有一份大作业 我是初级特工狗蛋 我发现 在荣天艰难飞行的蚊子 你会不忍心拍死他 我是初级特工王婉晨 我发现 你在学校 要是咳嗽一声 你都会以为自己的绝症 但是 在家里 你就算发射38度 你也会坚持 发射机 刷套包 我是初级特工小瑞 我是初级特工小瑞 我发现 当帮帮慢的时候 你说的任何话 都可能被设为你在顶嘴 我是初级特工宝恩 我发现 对于女生来说 对他一个人好的男生 就叫做暖男 对他以外的女生好的那个男生 就叫做热狗 我是萤火助学 初级特工熊熊 我发现四川良山幼儿园 需要适宁玩具陪伴孩子成长 希望有更多的人 关注乡村幼儿园的环境创生 我是爱新衣橱的初级特工 方红 我发现这点孩子家境平凡 但是内心阳光 我希望在寒冷冬天 为他们送来一份温暖的服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黑 印堂发黑 大难临头啊 你说什么 大难临头 你什么意思啊 脾气大则干预 干预则面娇 难怪你男朋友 都不愿意多看你两眼喽 你胡说什么 面色慧安 人人生艳 一轮老板的黑锅 自然是让你背咯 根本不是你说的这样 不是我说的这样 别人加薪你加班 别人升职你生病 别人男朋友出国 你男朋友出轨 玩个游戏都六十级了 还没有一张SSR 小姑娘 你说什么是大难临头呢 你 你 你还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 再这样下去 我看你要玩完咯 除非 除非什么 九大师只条明路 两家暗沉 印堂无光 人中平满 地隔鲜弱 地区角质蛋白 油脂肌脂毛囊 鼻头黑色素暗沉 而且青米子指数 低光老化严重 神经纤维及肌群松脂 那 那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啊 这不都写在你的脸上吗 脸上 说五行当中缺什么吗 你缺 心眼 我倒是有一条明路 能帮你 破这一截 你需要一树 这是一种新鲜的味道 这种新鲜的味道 tun around sweetie so tun back 画出你的心愿 就能召唤神奇的魔力 心诚则灵 能不能救你 就看你的造化了 有了叶子灵符 令肌肤变得鲜嫩水润 地球已全新上市哦 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前的朋友们 现在点击订阅按钮 在第一时间 关注火星情报局官方自频道 您就可以看到更多 在这里不会看到的火星内幕 同时也请关注 火星情报局微信公众账号 和官方微博 火星特工奇节令 火星情报局总部大大门在呼唤你 火星变导和火星商务虚伪一旦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散落在地球上 脑洞逆天 创意在线的火星特工 那就赶快投递你的认证简历 致火星邮箱吧 感谢UC大数据 为火星人提供靠谱情报 更多趣味资讯 和UC头条 大家好 我是陈炫 想做火星道具特工网 上疯狂新闻客户端 寻找最有用的头条资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火星情报局 高级手机公众 从11月23日日时 2月21日 看火星一小时 就有机会允许优酷 10周年 欢迎他专属服带 参与火星专属他 执行订阅 观看 评论 分享 但不等任务就机会参与 火星期待的录制 来吧 应该。 让鸡咬 开始 。 , 那刚才小哥一直在控制自己 接下来我觉得应该出一首歌 是让小哥不控制自己 但是还不做自己的动作 我觉得这才是难的 我觉得应该给他选那首 对你爱爱爱 小哥唱这个 对你爱爱爱不完 我可以天天秘密每天去面对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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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相爱本来原来什么难 最后结尾还是 性你比较喜欢的 感受很深刻 就是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你知道那个旋转舞吗 很漂亮就直转不停 而且头一定是歪着的 他们认为人类的大脑 是阻碍神跟内心沟通 最大的障碍 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慢慢达到一种 所谓晕眩的感觉的时候 神可以越过大脑 直接通过脊椎 跟你的心进行沟通 钱锋你试试看 大家一起来吧要不 感谢深度互动平台微博 首席资讯月段 UC 首席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战略合作伙伴 搜狗搜索 WiFi万能钥匙 饿了吗 优酷路由器 阿美通信 澎湃新闻 凤凰新闻 病毒新闻 超级客中表 互动百科 讯飞手机输入法 优酷过源 优酷自频道 三六零影视 百度贴吧 中华万年力 百度娱乐 看天下 OWAT 迷孤听书 迷孤阅读 魔秀多面 正点闹钟 微票 类子直播 租租车 粉丝网 懒人听书 天会星渝 一点资讯 默默 Zacker 海报时尚网 虾米 58同城 感激网 转转APP 微索评 美拍 平安WiFi Color多彩首帐 拜托了学妹 何先辜负 秒拍等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淘宝搜店铺 火星情报局 官方店 买火星装备